和波球齐名 但是很遗憾 对方的马拉特实际上是73攻击世界冠军 这次降级打70攻击级比赛 所以实力非常强 这样的对他应该说是并不是废坑 所以呢泰拳手不一定能够完全卡回出来 对 纯泰拳比赛可以抱紧 选手的 对抗 马拉特打得很主动 压着这个霸台再打 完全拼拳他不一定能有优势 危险但是我们看到 这样逼迫他第二局会打得要更主动才行 对方危险很强 危险非常危险可能被击倒 对 这是 对方不给他任何诠释的机会 对方打得很有经验 然后他抓住机会 危险非常危险 但会比较迟钝 更容易受到击打 中国先生和泰拳手打 不管输赢 都有 旁方这个腿都很难支撑 就是赢了下来后呢 也是一拳一拐 对 他们的这个边腿 非常的 巴胎也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体能下降 防守能力也下降 看来我们讲的双手有点掉架 对 双手有点掉架 这时候马拉特在主动进攻 非常危险 巴胎可能起不来了 很可能起不来了 难逃一劫 对 因为这个体能 做到的是 有力有劣 有力有劫 还有张弛有度 对 他主要要攻防兼备 我觉得这个巴胎这两局打得太凶 就是全力进攻 防守我觉得有点做得不够 受到过多的众击 尤其他那个不法应用啊 应该说呢 相对的还是比较的 对手的情况看呢 你这种打法呢 应该是正中下怀 对 对方 对手获胜 中国南方选手 南方选手 但是我们同样一样